广州園 哈嘍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位於 方南町的 share house 這間 share house 其實是我們公司的第一個物件喔 哦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移動建築物 哦 那這個是一樓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呢 有我們這個腳踏車的這個停車場放置的地方 那這棟sharehouse呢 2樓是客房 3樓的話也是客房跟這個共有部客廳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到上面來做介紹 哈囉 現在我們人在4樓 4樓就是共有的空間 那這邊的話呢 是垃圾桶 那因為這個sharehouse呢 每週我們會派專員來打掃一次 那垃圾的話 是住在這邊的住客呢 他們要輪流到垃圾 所以這邊呢 有垃圾值班錶 以及各項的這個訊息都會貼在這邊 那這邊呢 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個陽台 你可以掛你的衣服在外面 那我身後的呢 是這個收納櫃 所以每一個房間都有你自己的收納櫃 你可以放一些備品在這邊 接下來呢 是這間sharehouse的特色 它這邊有一個大的廚房 然後有兩個大用的兩台大冰箱 但是其實在你的房間 你也有你個人的冰箱可以使用 那當然你看 廚房這邊呢 所有的櫃子喔 都是房客的這個收納的地方可以讓你做使用 特色呢 它這邊的爐子還有一個大烤箱 那共有的部分的話呢 有這個煮水壺 小烤箱跟這個微波爐 全部都是共有的部分 那這邊呢 再過來是一個非常大的客廳 你看一下 非常大的客廳 那這邊其實還有一個小露台 沙發 電視的部分 嗯 非常像家的感覺 那當然這邊呢 有兩間淋浴間 然後你看看 我這邊有準備這個收納的地方 給這個房客 放你的洗衣精 這邊是這個淋浴間的部分 淋浴間的感覺 不好意思 這邊呢 是收納的地方呢 是讓你放這個洗髮精 跟整天放洗髮精跟洗澡用品 所以你不用來洗澡的時候 還帶著你的個人用品過來這邊 那我們這邊接下來就去看樓上的客房的部分 我們現在在五樓的部分 那五樓一樣有這個洗臉台 然後有每一個房間可以放置個人物品的地方 那當然我用手邊還有廁所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廁所 然後是免治馬桶的部分 廁所衛生紙也是由我們做提供 那接下來今天要介紹的話呢 是五零二號室 那當然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其實每一層樓都有擺這個吸塵器 那當然還有消防的器具 基本上呢 你可以借去清掃自己的房間 那我這邊直接進來看房間 五零二號室 好 來 請進 五零二號室其實是非常大的房間喔 你可以看到非常舒適 那我們公司的基本配備有冰箱 我剛剛有講到 然後桌子椅子 然後這間 這間薛浩室有小台燈 還有一個抽屜櫃喔 然後還有床庫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呢 是這個房間有 有一個非常大的收納的衣� 很貴喔 可以讓你做收納 恩 謝謝大家 哈囉 我們現在來到六樓 六樓其實是屋頂的部分 那這邊有四台的洗衣機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不用投幣式的喔 那這邊也有這個架子 可以讓你放置洗衣粉的部分 那我的正前方呢 其實是這個公共的曬衣架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把你的衣服曬在這裡 然後景觀也相當的不錯 嗯 那我們這個就是這個六樓的這個路口處的部分 好 那這間sharehouse呢 其實是位於丸之內線的這個方南町站 其實地點相當不錯 因為附近其實是住宅區 好 那到新宿其實是非常便利 而且它其實是一棟非常有家的感覺的sharehouse 你可以看到剛剛看的房間其實都 平數都其實都還蠻大的 那是我們公司第一間sharehouse 那非常歡迎大家來做申請喔